天天開心 好! 冷月 天天開心 再次收看冷月的這個遊戲頻道 沒有錯 我們今天再來玩一下貓咪吧 今天我們來跟大家稍微聊一下這一隻-魔斯馬蟻 那這隻角色其實是少數在還沒開始抽現實角之前 就先進入我們登台敗將的角色 雖然登台敗將講真的有夠難出 但是必須要說他還是進去了 還是有機會抽到的 那我們的摩斯瑪翼講真的 他類似於一個不同屬性的神諸葛亮 就我們這隻哪一隻 他其實就是一個另類版的 這邊看不到 那我們從這邊來看好了 他其實就是另類版的仙諸葛亮 兩隻的定位其實就很類似的 只是司馬翼他更重視續航 而我們的諸葛亮則更重視一個輸出的效果 來我們來看一下摩斯瑪翼這個角色吧 應該可以從從哪邊看這邊 好我們直接從圖鑑來看一下這隻角色好了 來摩斯瑪翼 摩斯瑪翼算是目前出的第二隻魔線石角 那我自己覺得啦 大家看到 這隻摩斯瑪翼怎麼才五星啊 我現在發現 誒他這隻是不是給錯了 這樣來說應該是給那個滿星的數值啊 所以他只有給五星 那我們從這邊看是從這邊看是一樣的 來看一下吧 首先對4名敵人造成110%攻擊傷害 並隨機造成目標額外當前生命的10%傷害 不超過自身攻擊的1000% 同時自身獲得一層護盾 並有20%機會使目標膽怯兩回合 其實我剛才有前面講到 摩斯瑪翼跟諸葛亮最大差別在於 摩斯瑪翼更重視續航能力 如同這邊 他的傷害其實沒有到很高 那也可能是因為他只是五星的關係 也許後面傷害曲線會拉得更高 一樣會到3000 但他提供的一個額外的buff效果 就是一個提供護盾 提供一個控場的效果在 所以實際上他本身的一個定位 是偏向一個打控制輸出的 是可以站在前面當一個半坦的角色的 再來 總虎貪狼 加生命 加攻擊 加破甲 加減傷 這是一個標準的一個偏半坦半打的一個特性 再來 黑暗籠罩 普通攻擊變成打全體 提高自身5%攻擊 並增加一層護盾 每層護盾提供2%減傷率跟3%免控率 同時有15%機會使目標無 目標膽怯兩回合 好 大家看到 從單體傷害變全體 並且提高5%攻擊 並增加一層護盾 同時有15%機會使目標膽怯 他就是一個很明顯的同時增加輸出以及續航能力的一個角色 特性 最後 斷獄陣魂 攻擊地25% 生命地25%目標時額外追加150%傷害 並且恢復自身造成傷害量100%的生命 每回合開始時 對生命最低的敵人降低治療效果20% 持續一回合 你看到這個效果你就知道了 他其實可以搭配我們的仙隊來玩一個殘血斬殺 甚至啦 啊也可以拿來玩 啊沒有主要是殘血斬殺 沒錯 那 他的這個最後的效果 每回合開始時會對生命敵人 生命最低的敵人降低治療效果20% 所以其實他這隻角色是比較偏向一個PVP取向的 他算是一個半坦型的法師嗎 我們看一下 他應該算法師吧 沒有錯 他這隻半坦型的法師 講真的 這隻角色他是可以用來充當一個小坦的 他不一定要在後排被保護住 他是可以站在側面或站在前面當一個半坦半打角色的 那我自己覺得啦 摩斯瑪翼雖然說後期本身也有不錯的成長曲線 畢竟他的獲得方式是可以透過登台獲得的 比取其他的限時角錯過就沒機會的話 摩斯瑪翼算是一個比較有機會升星的角色 但很可惜的是 我自己自身覺得他的強度沒有到特別高 對比同期出現的 我們的先諸葛亮來說 我覺得摩斯瑪翼的取代性相對高一點 雖然說他一樣可以搭配殘血流玩一個殘血斬殺 但是他目前所展現給我的一個特質讓我覺得 這隻角色其實不抽好像也沒有關係這樣子 那麼要來試玩體驗一下吧 看他打 當然他隊伍一樣是搭配我們的一個殘血斬殺的部分 只是他除了我們的仙馬超來壓血之外 沒有搭配其他的斬殺角 來神威之槍把一隻角色削血削掉 神域天象 結果我自己真的覺得這兩隻比起來我比較傾向於拿先諸葛亮 神馬超死掉了 被殘血收掉了 然後他這個試玩隊伍竟然搭配馬塵喔 馬塵我是本來當肥料在用的 他傷害只有7% 大家都知道他其實傷害真的是沒有到特別出色 剛才那個隊伍這樣看起來主要的一個 傷害我覺得應該是會在我們的 呂布或是先諸葛亮上面 那我們這邊來看一下 好看一下啦 所以今天如果說你要抽這隻限時角 我覺得這一一波主要就是給你一個 屯券的機會 屯起來等其他比較有用的角色吧 這隻角色的推薦度我自己是 放蠻後面的 大概頂多比 第一支出的魔刃超超高 跟比我們的那個 成員張飛再高一點這樣子 成員張飛他最大的一個缺點在於說他是三 他是四國角色 他本身不是仙魔體系的 再來是他的後期養成曲線幾乎是零 除非是復刻 那 司馬翼本身我不建議抽 所以他的強度我自己覺得 真的沒有到太高 以限時角這麼高花費的角色來說 他的強度沒有到特別給力 所以我也不建議大家說來抽這一隻這樣子 好那 名將試煉 來打一下吧 那其實最近有剛好跟人家聊到啊 就是呂布是要走 玩坦型的還是玩速攻型的 我 給他們推薦是玩速攻 並不是說坦型的不強 坦型的也很強啊 我老實講 畢竟確實呂布主要他的輸出 輸出的部分 他是靠那個 自身生命上限20%的燃燒傷害 他是打燃燒型的 但是呢我會推薦速攻型把速攻拉高的原因是因為 血量很重要 因為血量是他輸出的一個主要來源 但是我們可以選擇靠 他本身是會偷別人攻擊的 所以我一樣可以用我們的 暴擊啊 用我們的一些攻擊的提升 來拉低他技能組的一個 數值傷害 然後大家看到他這邊主要就靠燃燒的那個趴傷來打 那我這邊會推薦說完速攻流是我自己遇到都是速攻流比較多啦 都是開場一波打下來之後 你遇到脆皮隊伍那一波消下來 基本上有時候你都殘一兩隻了 搭配其他角色都可以快速收頭 所以我會覺得速攻流很重要 那遲緩 遲緩其實很重要 但是呢這個遊戲的冰服我比較老實講 真的是有夠難搞 首先合成不好合 因為他取得方式的少到可憐 你不課金的話 要湊到一個紅的到湊超久 尤其你是以一對來看的話 然後再來 你湊到了之後你還要洗 他的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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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冰服殘片講真的啦 有夠難拿或許方式太少 主要就最常就是日常復本嘛 可日常復本給的量又不多 你看一場才兩百一天就打兩場 所以其實我自己覺得說 這個遊戲最難搞的不是武將 而是以後面那個冰服 所以其實講真的我目前這一隊完全沒有練速度 完全沒練 老實講 原因是什麼 非常簡單 我根本沒有那個資源去養冰服 洗不到好冰服啊 不然其實依照我這一隊目前這個配置 就是趙雲張飛周瑜 呂布姜維跟畫陀 其實先手要是畫陀 然後當醫術 來提升隊友的攻擊速度 跟治療效果 雖然說他在持續三回合沒錯 就在後手也沒關係 但通常這情況 先手會比較好一點 然後再來 其實我們第二出手的應該是我們的輔助型的周瑜啊 因為周瑜你要比對方快 然後比我們的輔助手先手的話 會觸發免死印記 這樣才有辦法來確保說保住我們 自己的角色這樣子 那因為其實周瑜主要是 開場的加這個光環 死亡也會在放光環 他這兩個點非常的強 再加上他的那個免死效果 讓周瑜成為一個非常萬金油的輔助 那本身因為他死掉一樣有自帶增益效果 所以其實講真的 他站前排 也是非常OK的 沒死的時候 增加攻擊爆擊爆傷跟精準 死亡釋放終極光環 終極光環呢 存在三回合 每回合為全體友軍 增加5%攻擊5%爆擊 18%跟5%精準 等於他活著幫你加buff 死了也幫你加buff 而且是可疊加的一個效果 那我倍數方面其實畫陀第一個啦 周瑜應該會是第二個 再來的話 張飛吧 張飛會是一個第三的走一個控場的部分 施加嘲諷控場的部分 然後最後呂布跟趙雲後手其實都沒差 那仙江維他的速度其實也要快 因為仙江維主要是控場 但講真的啊 不知道為什麼他40%的效果 我覺得有點尷尬 就是我很少遇到他真的暈倒人這樣子 然後因為我會說仙江維的一個順序定位不一定是一定值 是因為他的大招是可以回血的 你太早出手有時候可能我們 對方我們自己方的血都還是滿的 你出手之後打下去 哇浪費掉他回血這個效果 所以其實我們的 江維不一定要 先手 出招 你要先手出招就是增加暴擊 後手出招就是賭回血效果 那因為他暴擊一樣是三回合效果 是長時間效果的 所以你就算後手出招 他下一回合跟下下回合一樣吃得到暴擊加成的效果 甚至還可以有救你一命的一個機會存在 那其實講真的啊 這個遊戲 這種類型的遊戲 方式類型遊戲 你除了角色選擇很重要之外 其次就是你控速很重要 你速度要配得夠好 你才能把他打出有效的一個combo傷害 不然基本上就是一個 嗯 控速控不好 即使讓你一樣玩不起啊 我只能這樣講 就是 你在出手速度上 可能別人第一站就可以輕鬆越戰你這樣 好 那麼今天這支影片呢 就到這邊準備結束囉 那喜歡我的影片 記得點贊訂閱加分享 有任何想跟冷月說的 歡迎下方留言 跟我TOLOG 我一定會一一回覆你的 冷月遊戲天天開心 就讓我們下一支影片再見囉 See you next time 拜拜 by bwd6